透過路口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前方一輛銀色轎車開到水果灘前 突然是越開越偏 跟著衝撞準備牽機車離開了兩名路人 車子是沒有停下 跟著往前衝撞樹部機車後 再衝撞一名路人後才停下 一共造成了三人受傷 四輛機車招撞 這期意外就發生在今天上午的10點05分 在台中西屯路二段上 一旁就是西屯市場 教室駕駛是71年次的高姓女子 她向警方供稱因為彎腰撿手機 一時沒有握穩方向盤 才會導致車輛偏移發生意外 幸好遭撞的三名行員都只受到輕傷 就以後都已經出院返家 而後續的造折警方仍在離境當中